Hi, my name is Kai Ewan 之前我有做一个开箱分享影片说 2000元以下的小小摄影灯 我有最后做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品牌还不错 就是美极品 那我也非常推荐那一盏灯 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一支影片 反正那一支影片被美极品这个厂商看到了 那他们说其实我做的还不错 所以呢今天他们寄给我了一个产品 想要让我来就是开箱 然后跟他分享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小小摄影棚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反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 然后实际使用看看到底好不好用这个小小摄影棚呢 OK,所以这里有一个白色的背景塑胶布 那它是防水的 所以就是不会像正常的背景布或背景纸一样 如果碰到水啊 或者是你要拍一些咖啡、饮品、饮料之类的 会有冰块啊 然后会有水珠打翻之类的 会印象你的背景颜色 那这一个东西是防水的 所以你就不会担心说 你脏掉啊 它颜色会改变 你就把它擦一擦洗一洗 理论上就会变干净 然后这里有一整包的漂亮明信片 所以配件包里面有两组的亮度控制器 就是你可以调整你的灯光亮度的 应该是 我们待会就直接来试试看 它有一条Q弹的绳子挂钩 两根金属棒棒 OK 最后就是我们两根的LED灯 可爱的小灯 哇塞 它是内键电池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开箱我们这个小小摄影棚的部分 OK 所以这里有一张说明书 完成 这个小小摄影棚怎么看起来像是猫咪的家之类的 这超像 就是一个 OK 那我们开箱完这个Magic Pea真无限好拍棚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是多好拍 OK那我们使用这个好拍棚一阵子之后 那我们直接给大家看看我们用手机拍摄的实拍照片 因为你如果用相机你可能会说 哦你相机厉害 但是我们用手机怎么样 直接给你看看我们用手机拍摄的照片跟影片 直的横的都有 那我灯光的部分没有增加另外的灯光进去 我单纯只有用Magic Pea他们附的两根灯棒 就可以做出这么样的效果 我真的觉得超级超级厉害 我觉得这好拍棚里面附的这两根灯棒 其实已经够亮了 就没有什么需要再去增加其他的光源 因为这小小的空间用两根灯棒 你的手机拍摄ISO都已经降到最低的100了 所以就不会有太暗 什么东西太黑看不到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用灯棒的最高亮度的话 你记得插上行动电源 因为它其实有内键电池 但是它的内键电池如果电力慢慢的下降 它的亮度最高亮度也会慢慢的下降 所以你插着行动电源 你就可以保持永远最亮的状态 如果你灯棒想要边插着电边使用的话 你不用从前面这样子伸进来 它前面有预留两个小洞 后面也有预留两个小洞 你就可以从这个小洞把线这样子拉进来 就可以让你的线隐藏在这个摄影棚的边缘 而不会从前面这样子直接伸一条线进来 固定灯棒在这个小小摄影棚 我觉得其实也蛮聪明的 就是它是用一根磁铁棒吗 就是金属棒棒 然后有磁铁的灯 它就可以吸起来 那这样怎么把它吸在摄影棚外面呢 就像这样子 铁片在外面 然后灯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固定你的灯棒的位置 你要随心所欲 你想要高一点 低一点 直的 横的 都可以轻松改变 这真的是 超猛 你完全不需要用什么灯架 或者是夹子去夹这些灯 直接飘在空中 接着如果你想要调整灯棒的亮度 或者是开关之类的 你有两种方式可以来调整 第一种就是你插着行动电源 或者是插着插头的时候 你这里有一个小小开关 你可以按这个开关 然后我们有亮度调整 那它的亮度调整是五段的 就是不会说只有三段的亮度之类的 那就是慢慢的变亮 然后你也可以慢慢的让它变暗 就是有很多很多段数 可以让你细微的调整 那第二种调整方式 就是你可能没有插着电源使用 你使用内键电池的时候 你想要方便 那这个电源键就是 也可以来调整亮度 就是你长按电源键 它会慢慢的变亮 然后再慢慢的变暗 那这个好拍棚呢 它前面还有附给你两块的挡板 那这个挡板可以干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在拍摄一个 会反光的物体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留一个小洞 然后镜头可以通过 可以拍摄就可以的小洞 这样子你就可以避免一些不要的反光 因为你拍摄环境 可能后面有很多杂物啊之类的 你不想要让反光反射到后面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前面挡板 把你不要的东西遮起来 然后只保留你的镜头可以拍摄 这样子就好 这是如果你平常是自己在摄影棚拍摄的话 你真的是需要用很多很多的白色的东西 白色的珍珠板或是白色的板子 遮住你不要的东西 真的需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 那这个东西就是轻轻松松放下来 你就可以避免你不要的反光 这真的也颇厉害了 就是一个整个轻松拍摄出一个品质还不错的影像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那前面这里有一个收纳小空间 你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灯啊 这些磁铁啊 全部都塞到我们前面的小小口袋 一个小小摄影棚就收纳起来 然后可以展开成像刚刚那样子 哇塞 我们再把它展开来一次看看 真的我觉得这个灯光可以用磁铁这样子轻松吸附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就等于好像把灯放在空中的感觉 这真的是超级特别 那我觉得这个好拍棚呢 它比较适合给个人或者是小小的公司 你可能会需要拍摄小东西的 可能是产品啊 或者是作品之类的 反正只要小东西 你都可以做拍摄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啦 尤其是拍摄像是虾皮 就是网路购物的那种背景 要很干净的纯白 然后要去背的图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你就是东西丢进去 你就可以快速铲出 你只要拿你的手机 你就可以拍出好的照片 你又不用请像我这样的摄影师 你要请我也是可以啦 但是你就不用请很贵的摄影师 去帮你拍摄一个很多很多的照片 你自己就可以解决 然后你也不用去买什么背景纸啊 灯光啊 灯架啊 然后学一些摄影的基础 你只要用你的手机把产品丢进去 你就可以拍出好作品 这不是 超棒吗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幕后啦 就是你看 小小一个摄影棚就可以做出 这样子 漂亮的影像 那你看我这样拍摄的 随便一个小小影片 我们需要准备一大堆东西 打一大堆的灯光 这么复杂 这么乱七八糟的状态 你这样一个小小的摄影棚就可以解决 轻轻松松 行动电源 这样子 灯光 背景布 背景 背景板啦 完美的照片 你要拍影片照片都可以啦 你看 轻轻松松 OK那之后我们今天的 Magic Bee啊 真无限的好拍棚的分享影片 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按个赞 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订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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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